當初為什麼會決定要去CBA 又不是說因為台灣現在有兩個聯賽 你可能當初決定去CBA挑戰你的願意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畢竟我都到美國念大學了 當然想要往比較高的層級去挑戰 然後我覺得我還年輕 我覺得我現在是出去闖的時候 就是出去闖 然後因為我也不想要說我只能在亞洲打 我覺得有辦法的話 如果在CBA打得好 我可以打三文力或者是澳洲聯賽有的朋友 我想去做一些大家沒有做到的事情 結果我還是希望可以 到 怎麼講 更高 挑戰越來越高的層級 可能越來越高就不會想要局限在 可能我在裡面打好場 我還是我想挑戰到我的極限 過了嗎 過了 忘登選了 來自喬亮的地方學的馬劍紅 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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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好我是馬健豪 很開心可以加入江蘇肯迪亞俱樂部 很期待新賽季可以與我的隊友一起並接作戰 努力取得好身體 謝謝大家 整個心情喔 應該說 心態...心情轉換得非常快 就是原本很緊張 就是非常緊張 尤其他在聽到我名字的時候 我感覺我心跳非常快 對我心裡有一些準備 然後我也非常開心地加入江蘇肯迪亞這支球隊 然後我知道我們是一支 年輕然後非常具有好勝型的球隊 非常喜歡江蘇這支球隊 然後我也很榮幸江蘇肯迪亞選擇了我 然後在新賽季我會與我的隊友們一起去到好的成績 然後盡量幫助球隊 其實進入到CBA 其實又是一個完全不同層級的舞台這樣子 然後呢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持續進步 就是保持競爭的心態不斷進步 然後我也會就是融入球隊 然後扮演好球隊需要我做的角色這樣子 然後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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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